我不想要那個 現在我穿了衣服完以後 我的感想還是當平民比較好 那個戴下去都覺得井質會酸 那個衣服加起來超過10公斤 你剛剛怎麼脫掉 我們想要去洗太假 那個我連西裝都穿不住了 這種頭目的衣服更穿不住 那個加起來超過10公斤 台北市長柯文哲說話仍然口無遮攔 認為排完組產能服飾穿起來很重 也急著將服裝脫下 更表示當平民就好 或許說者無心 但柯市長的直言 點出對排完族服飾有些不了解 特別他穿戴的是馬馬雜利安的服飾 在排完族傳統社會 服裝穿著有一定的規範 並不是每位族人都能夠任意盛裝穿戴 柯市長這樣的一個態度 顯然他並不知道 我們這個服飾對排完族來講 它的意義跟價值何在 也許有必要在事前前期的溝通 或是先取得首長的了解 他是不是知道這個意義是在什麼地方 以免造成彼此之間的誤會 圓民會回應當初安排柯市長 身穿排完族傳統服飾 主要是希望透過市長行動宣誓 化解大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啟示 跟薄薄印象 加上今年主要以排完族文化為主軸 因此才會邀請市長穿排完族傳統服飾 慎裝出席 98%的族群能夠透過市長這樣的一個宣誓 能夠舒緩在很多原住民文化誤解 民族歧視的這個狀況 我們是希望能夠有這樣的一個邀請 所以才會請市長建議做這樣的慎裝 在許多原住民族活動場合 常常可以看到政府官員穿戴原住民族服裝 但族人認為讓官員佩戴族服之前 應該先告知服裝文化內涵 並免產生爭議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面對媒體 講出身上這一套排完族傳統服飾 很重的話語 或許無心 但也讓人再次見識到柯市長的直言 教授站島秀 台北市新北市新店採訪報導